這也是我第一次嘗試 蠻好玩的 台灣主義他們非常喜歡談戀愛 所以他們的歌的那種 有點轉音的部分 就非常非常浪漫 包括他們的語言 就有一種很羅曼蒂克的感覺 所以他們的鼓搖是非常好聽的 我自己覺得非常好聽 他們有一種比較柔的感覺 他不像可能比較喜歡作戰的那一種不足 他們是愛談戀愛 所以他們情歌非常的多 而且他們的舞最多就是像 剛剛大家看到的那一種 是唯舞 也就是牽手這樣跳 所以排完主算是比較含蓄表達感情 跟含蓄唱歌的一種 像天主堅的音場是沒有節拍的 也沒有和弦的 所以就是等於是重新的去分析 所以他們的音樂重新去編排他的和聲和他的節奏 很難啊 最後一首啦啦AE其實他就只有三句而已 就這樣子 所有東西都是編曲做出來的 所以把它編成了大概兩分半到三分鐘的音樂 然后如何要跟庙会的 这样台湾的音乐结合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的尝试 因为原住民的音乐 和台湾的音乐的结构和和声 真的还是不太一样 人的一出声音一直到离开 对台湾族来讲是跟歌谣分不开的 如果我们不唱歌 不把这些歌谣找回来的话 有很多关于台湾族的一些比较 接续的部分其实都会混乱掉了 唱歌对我们来讲说 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表演 而是一种生活文化的一种呈现 当然整个气候跟环境 不是大家很适应的 让老人家知道我们带不走山 带不走水 带不走原来的建筑物 但是我们可以带着走的文化 就是歌谣 在旧的部落里面 其实我们一直用歌谣来去 传递文化跟传统这部分 那在新的部落里面 更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也让旧的土地的一种感动 也带到新的土地 那其实有一件事情 其实非常非常感动 就是在我们搬迁之后的两年 我们在新的部落 这办了一场音乐会 孩子把原来旧有的部落的所有的曲子都唱了出来 然后下台之后呢 老人家就跑过来就说 我好感动 听到你们唱部落的歌咬之后呢 我忽然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懂得如何呼吸了 其实老人家离开那个部落 对他们来讲说是非常非常的不舍嘛 但新的部落他们又很难以生活 所以对他们来讲说 很像那个连呼吸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可是当他看见孩子透过歌谣 透过文化找到自己的时候 忽然觉得呼吸顺畅了 我觉得其实是对我们 有很大很大的鼓务跟鼓励 因为我这次饰演的是李朗乔 十八色的大我们讲大骨头 叫卓基督 当我接了这个角色的时候 其实对自己来讲说 是一个重新呼吸的一种方式 去认识自己的一个方式 我想到那个时候的卓基督 怎么样有这么样的一个大局观 部落观 土地观 自然观 那曹瑞恩导演是非常非常的细腻 在去做不管是编剧啊 不管是在拍摄的一个历程当中 他一直很很站在不同的观点里面 去照顾到每一个的每一个人 这样我希望有更多更多的人 愿意去看150年前 在这片土地曾经发生过的 一件事情 那从这个事情去看见 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 都是很重要的 那怎么样在这个土地上面 一种交流 然后一种看见 用一个同利的概念 去看见不同的人 在这片层面 这个土地上面 我以为是怎么试有更多的